29日 数百纽约地区民众来到曼哈顿中领馆对接 举行纽约再集气声援港人集会 众人举起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反斥纳粹 天灭中共等标语 我们希望全世界知道 我们在求我们的全国民主义 我希望中国人在中国知道 中国人全执行主任谭靖长和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 近期因出席美国国会听证发表精彩演说 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两位也受邀参加当天的集会 他们分别指出 反送中运动展现出香港不畏强权的精神 而疯狂压制港人诉求的中共 其实已经走在穷途末路 香港不是只是一个地理的名词 香港并不是一个很简单 由预港发展成国际金融都会 它是一个自由的城市 香港是代表着一种精神 一种价值 一种态度 就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会向强权屈服 是吗? 集会上除了旅美港人之外 也有来自美国本地 西藏 台湾和大陆的人士 共同表达反共挺香港的立场 As an American We're kind of responsible for democracy in the world And that freedom is fundamental And these people have to speak out It's in their bones So the Hong Kong is to keep doing this They fight for the freedom We all try to support Hong Kong Because we are not in the front line We are here in US So nothing we can do over there So we got to come out today to support them 集会最后 众人齐声高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和愿容光归香港等歌曲 整场集会约进行一个小时的时间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导 So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is